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沙加缅度警方发言人扎克伊顿今天表示 周日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与一场帮派暴力冲突有关 至少涉及了5名枪手 伊顿指出市中心地区已经部署了额外的执法部门 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 警察局长凯西莱斯特表示 他们通过了200多个视频片段 照片和其他证据 对此次的事件进行了评估 目前已经有三名男子被捕 其中一人遭到正式起诉 警方也已经对三所房屋执行了搜查令 找到了至少一把手枪 市长斯坦伯格表示 思想和祈祷是不够的 美国现在需要来解决方案 来改变枪支暴力的轨迹 华盛顿特区警方上周在一个反多胎组织的活动 加劳伦汉迪家中发现了胎儿的尸体 该组织总计获得了115个胎儿尸体 两名成员表示 他们在华盛顿一家医疗废物服务中心的卡车员工那里 获得了这些胎儿遗骸 大多数处于早期阶段的认识 该组织称他们请了牧师到汉迪的公寓为婴儿命名起伏 并且还举行丧礼 最后再将胎儿埋葬在私人墓地 华盛顿警局表示 劳伦汉迪及该组织的其余8人 试图用威胁和恐吓来阻止他人进入堕胎诊所 而违反自由就医法遭到法律起诉 目前埋葬胎儿尸体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现年62岁的纽约男子劳伦斯雷 在过去10年里搬进女儿的大学宿舍 并通过恐吓和威胁 强迫学生进行虐待性交易和洗钱等 今天背叛有罪 根据其诉书 劳伦斯雷在2010年搬进了女儿的校园宿舍后 以一个父亲的形象 对学生进行所谓的治疗 欺骗和洗脑年轻的学生 到了隔年夏天 劳伦斯和几个学生一起搬到了一所公寓 在那里进一步加强对他们的虐待和控制 接下来的10年里 他利用这些学生强迫卖淫 勒索钱财 一位名叫克劳蒂亚德瑞的受害者 在出庭时声称 自己在过去5年内 向劳伦斯上缴了大约250万美元 每当他想逃脱 就会被折磨数个小时 陪审团判定劳伦斯所有罪名成立 将很快被正式判刑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克比说 如果不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乌克兰战争 不可能知道这一场战争将持续多久 但乌克兰一定可以赢得这一场战争 克比补充说 马里乌波尔仍在抵抗 基辅的困局已经解除 切尔尼哥夫的俄军也开始撤离 此外美国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00架弹簧刀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被外界称之为坦克杀手 能够在6英里外准确撞向目标后产生引爆 克比也表示一个人大概只需要两天左右的训练 就可以掌握如何使用这一款无人机 美军也承诺会在适合的时机 提供更多关于无人机方面的培训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 关键新闻